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表示人 动物 或者植物表面的这一层皮哦 你看 皮这个字像不像是一根香蕉包开了香蕉皮的样子呢 蛋液刷好了 现在可以开始烤香蕉派了 烤箱在工作的时候会很热哦 如果离它太近 会烫到我们的皮肤 这就是我们的皮肤 皮肤在我们身体的表面 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 人的皮肤 软软的 痰痰的 嗯 上面还有一些汗毛呢 我的皮肤摸起来滑滑的 烤好了 哇 香蕉派要亮一会儿才能吃呢 我们现在去玩一会儿皮球吧 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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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里面有冲进去的空气 所以它能弹起来哦 如果皮球瘪了就不能弹起来了 皮球可以这样拍着玩 也可以几个人一起玩 今天我们学习了皮这个字 皮可以组成词语 皮肤 皮球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但是有点晒 在外面玩皮球的话 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皮肤哦 不然皮肤会被晒伤的 好了 现在我的香蕉派应该已经晾凉了 我要回家吃香蕉派咯 拜拜